地球上的父母都有神操作 神操作 父母对 我特别喜欢这个话题 怎么了呢 因为前两天我们在那个 对这个稿子的时候 开始对了几个什么奇怪的婚礼啊 然后又就给我吓的 我说我不敢来了 不敢来了 然后突然说 哎 还有吐槽你父母的呢 我说哎 我说这个好 一定要来 这个不要劳务费都要来 对 因为我小时候总被我爸呲 呲 怎么是呲 呲 就是说 收是吧 收是 对 然后呢 我觉得啊 今天终于我有机会来报仇来了 哎呀 你要在这儿说他们 就是我小时候 我爸对我特别严嘛 对对对 然后大家也知道 这弹钢琴的这个小孩 这个童年稍微啊 那么点啊 那么点啊 因为你知道弹钢琴吧 弹弦长吧 都近似 啊 为什么 越弹越近 你都快进去了 对 都进去了 然后呢 我到了那个上音乐学院的时候啊 我大概也就十岁左右吧 那时候已经五百还六百多多了 那很实 真的很近实 所以呢 我每次呢 就看前面黑板那个数字都看不清楚 哎呀 然后瞎猜 然后经常就是我看到一个人 我以为是个动物过来了 等一下 要到这种程度了 那你为什么不配一副眼镜呢 后来呢 我实在是数学越学越差 考试有问题了 嗯 成绩太差了 对 所以我爸说 囊囊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配眼镜行 你可不能没事就看女孩啊 啊 啊 这看女孩分心啊 练琴啊 爸爸故意让你看不清这个世界 女孩走过来都以为是动物 对 我当时很惊讶 我说这个太可笑了 想中了 他你说他就怕我到时候如果弹错了 赖美女啊 什么时候弹错 哎呦 这个漂亮 哎呦 又弹错了 他就怕这个你知道吧 你说这个多可笑你知道吧 后来我配上了一个眼镜 后来终于发现很多美女 同学都好善良 就是有点让人觉得 哎 理解不了 爸爸不配眼镜 居然是怕自己弹琴分心 这算是神逻辑 但实际吧 真的是不戴眼镜 就是不戴眼镜有时候 弹得更有朦胧感 会更近距点的 诗情画意你知道吗 一弹哎呦 一下就进来了 一看着那么清楚 还去想 哎 这不是盖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那种 怎么你是在马路上弹琴吗 哈哈哈 哎 朗朗你看你从小到大得那么多奖 就是会不会弄一个柜子吧 这些奖杯啊 我奖杯经常送人 嗯 对 因为我妈是什么都扔 只要是觉得没用的 没有全扔 啊 段舍离高手 奖杯扔的太过分了 所以呢 我奖杯经常送人 比如说我哪个老师说 哎 你这奖杯挺好看 我要这好看的这个 这荷兰这个好看 你什么 然后我签个名 宋老师 真的假的 还有医生给我洗个牙 洗牙道送奖杯啊 反正有个小 你也太能送了吧 哈哈哈 我给你按个膜 给我来两个 我来两个 洗个牙道送奖杯 哈哈哈 是 我我是这么想的 啊 我要如果不送的话呢 反正等哪天 我妈也会给我扔煤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把自己获得奖杯的那种喜悦啊 跟自己生活当中那些 有缘分的人去分享 如果今天我淘汰了 朗朗老师 你能送我个千篇的奖杯吗 我我我我我送你 你哪一本 送送你这个 我送你这个 哦 对 你们哦 有进有出啊 每一个爸爸妈妈 其实都有这样的 比较神的操作 我到了十多岁 我都没有吃过鱼肉 啊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也不知道 在哪里听到的 说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三个急鱼脑袋 相当于一个人生啊 永远我的碗里 就是三个急鱼头 我好想吃那个 肚子上的那个肉啊 没有意义 对 家长都是这样子 他们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像我那个时候 刚刚去考表演的时候 我妈就给我说 你要小心点 街上小偷有点多 所以我所有的外套 他都给我缝一个内包 他说你要把所有的东西 都放到内包里面 哦 有有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支付 都得带钱包啊 手机啊那些 放到内包以后 我感觉我的胸肌 拱了这么高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 你的东西在这 妈 我出门了 就拱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还算好啊 你想我七零年代嘛 我第一次出远门 我好像是自己大概十来岁 一个人坐火车回苏州 那个时候也要放钱 放哪里呢 短裤 啊 然后这里有个拉链 内裤上有一个横着的 而且那个内裤颜色是蓝色的 就是那种蓝 就是那种电蓝 你为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了解 我 我也不知道 你买过是吧 应该是父母 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 然后粮票 然后钱 哦 那个年代 还有锦囊 就是出了什么问题 放到里面 就放很多 鼓起来 整个鼓起来 鼓起来 很多叔叔来问 小朋友你都吃什么啊 平常 自己才那么一点点大 那么高啊 不应该那样啊 我完全是和你一样的 但是我是从小就没有穿过那种很舒适的内裤 因为我妈都喜欢在我那个裤场上缝刀 这就没错 这白天都美style嘛 对对对 在你的内裤上缝一个书包 对不是书包 就是出去以后这么大一块 就不是 哈哈哈哈 他们不懂 他们不懂 那你放什么呢 粮票 钱 牙刷 牙膏 还有麻将 麻将什么的牌 刘伟那个时候学夜 学乐器 萨克斯那些 没有 因为我以前觉得班级里的同学裤衩都有兜 所以完全没有避讳说任何就是在女生面前掏钱 所以有一次我旁边有个女生 然后我想请她喝汽水五毛钱 然后我想给她拿钱 但是因为我那个兜还有盖 哇 太吓人了 整个的过程下来 女生吓跑了 我不喝了 我不喝 流氓 谁都吓跑了 你刚才说的特别生动 我还以为你现在还有呢 现在没有了我直接介绍一下 当时是这样子的 真的是这样 我们都穿过 啊 这个都很正常 而且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也的确发生过 对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爱 对我们的关怀 对 而且确实安全很多 说实话 我我非常同行你 对吧 啊 同行我 我第一次出国和我爸 然后我妈当时给我们放点钱嘛 嗯 放点 你也放过 对啊 东方 东北 好多人 我们担心吧 被查 查 你带着什么东西啊 怕被查 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带现金能不能出去 哦 对对 带现金 哦 哦 我们是这大腿一个这一个 啊 对一边一个 哎 然后我爸也是这边一边一个 啊 然后我们一下飞机呢 然后人家说哎你们带现金了吗 然后我们就很诚实嘛 我爸说不 那么有吗 后来说那好吧 然后我们就说 Yes yes We have money Money have 结果一进去 他说Where's your money 你钱呢 然后我们把裤子一脱 因为他是那个有个衬裤嘛 啊 有衬裤啊 衬裤 然后他们都笑的不行了 拿个剪刀那样登登登登登登 然后给剪 剪看 哇塞 然后把那钱一放哎 然后然后一记录啊 就这点钱 其实可以 可以戴着的啊 哎呦 有必要吗 对 当时是这个样子的 当时是这个样子的 哦 真的是这样 说到绳操作 我一定要讲一下我妈妈 哈哈 然后给人见过哈 因为他神不神 神 我觉得 在家 他拿他 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一般都说不神可爱 哈哈哈哈 我从小到大 我是我们家第一胎 按理说第一胎的话 夫妻俩应该照顾的特别好嘛 是 我都觉得我命硬 活到现在 哈哈哈 比如说我小时候 大的那种自行车嘛 我外公农村的载着我以后 把我载在后面 两边还要弄两桶干水 我外公停在那个地方就说 杨帝 你不要动 你不把我抱下 让我不要动 我外公一份儿动就会来 我外公去买烟 小朋友说了不动以后 肯定就会动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场就摔下去了 干水泼我一身 原来你是去这个长大 有点咸味啊 很嗖 嗖臭味 酸酸的 我长大以后跟我妈了解这个事 我说妈你记不记得 我小时候摔到地上去那个事 我妈说对啊对啊有摔 我说后面都不记得 我当时摔到好像撞到头了 有没有脑震荡啊 我妈说有就是脑震荡了 然后我说妈 那我是不是住医院住了好几天 因为我一点儿想不起来 没有住医院 在家里昏迷了几天 我们就看你一直睡 后来三天以后你醒了 真的假的 我妈就是觉得 睡眠可以把人睡好 没得死 让他睡 没得死 我全家讲起这个事情 还都挺高兴的 轻描淡写 他们觉得轻描淡写 你想想脑震荡多吓人 摔在地上一身干水 他们只是把我干水洗掉了 就让我睡 我说天哪 活到现在也是不容易 最离谱的是什么 高中有一次我放学回家 一打开家门 家里空了 搬家了 搬家没给我说 但是我知道我们家 新的买的房子在哪 这么快 让我骑自一车 我骑自就骑到我们家 新班的五楼 我上去 一进去 我妹妹我爸我妈 他们一家三口在吃饭 他们一家三口 姚弟来了来 四伯 我说 白家了为啥不告诉我呢 今天有个叔叔 开了个卡车到我们那儿 然后就说正好要上去 妈妈觉得是免费的 顺便搬个家 搬家没有告诉我 我强烈怀疑他们想甩掉我 至少留个纸条吧 所以这些神操作我觉得活到现在真的是了不起 了不起 命药 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是这样的 就我跟你说我们老台长有很多神操作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坐在房间里面 就是秘书 然后办公室主任再加上我台长突然间把门打开 哎那个谁跟那个谁打个电话把那个事情说一下 蹦走了 对 哪个谁 这有时候领导会出现那个问题 我们三个人半个小时 哪个哪个 第一三个人谁 第一是谁 谁负责办这个事 第二跟谁打电话 而且不好意思去问 第三 什么事 说什么事 谁敢去问他 说哎台长你刚才说的是跟谁 我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那个谁给那个谁 这是那个谁跟那个谁打个电话把那个事情说一下 我们关了 莫名其妙 意识流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的 他会有一些自己的逻辑 对 其实我的父母他是对于健康方面 方面他有一些奇怪的神逻辑 比如说在我妈眼里我从小都这样 所有的生病 都是因为上火引起的 哦 对的对的我妈也是这样子的 上了火就要吃穿心莲 穿心莲 然后就约等于所有的病 只要你生病都得吃穿心莲 只有穿心莲 后来就养成了习惯之后 我说妈哎我肚子疼 我妈说 吃穿心莲 吃穿心莲 我就说妈我肚子饿 吃穿心莲 胳膊划了一个口 吃穿心莲 就是类似这种 类似这种 妈我心情不好 对 也就是这种 哈哈哈 甚至有一次我去踢球 针头球嘛 跟人家抢头球 就撞了 就这里被磕了很大一个伤 我现在这里还有疤 有印子 撞了回去就斜鼓铃铛的 我说妈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一下医院 都要缝几针 他说哎呀 吃穿心莲就好了 哈哈哈哈 他还跟我神逻辑解释 你知道是怎么解释的吗 他说 你这是外伤是不是 我说是 外伤是不是会发炎 他我说是 发炎就会引起发烧 对不对 发烧是怎么引起的 是因为上火 上火怎么解决呢 上火怎么解决 吃穿心莲 那你们还得等你发炎 发烧才吃啊 就一直是这个逻辑 无论什么病 我妈在我妈心里就是穿心莲 治百病 哈哈哈哈 哎 等一下我刚才听到 我刚才听到朗朗叹了一口气 又怎么了 哎呀 又想起爸爸的事了 我那我那时候去美国上学的时候 我爸呢 记不住外国同学的名什么 Andreas Benjamin 然后他给人起外号 哎呀 因为那是弹琴吧 他就看他弹琴像什么 那是弹琴很低头 然后那种就很真诚那种 不是狗狗 这是大狗狗 大狗狗 然后还有一个弹琴 就是特别有艺术家气息的 他叫Benjamin 然后 本杰明 这是弹琴的 仰着头 对啊 然后 然后自来 猫眼 为啥猫眼 不知道 他觉得他那眼睛很有神吧 猫眼呢 猫眼 对 有一个戴眼镜的同学 弹琴经常把眼镜打下去 弹一会儿掉下去 我爸眼镜蛇 然后呢 然后呢 很可爱的 然后今天 然后你就问我 朗朗今天你同学都弹什么曲子了 我想了半天 我说Andrea 你别说这个 我要听我的名 我说大狗狗弹的巴赫 眼镜蛇弹的贝多芬 弹的怎么样 眼镜又掉了 好可爱 也是他们一个素技的办法 真是 而且我爸是那个 就是他辨别不了颜色 啊 怎么的呢 有一次 我和他一起出去 他弄了一个 巨少女风的粉色的大箱子 然后旁边跟我拉着 怎么样 今天我这白色箱子不错吧 然后每次 然后也是穿的 都是一粉色的西装 然后跟我说 你看我这个淡黄色的 是不是显得很年轻啊 淡黄色的西装 他不光有这个问题 还有那个性别问题 啊 性别的问题 他呢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可能原来在国外 找不着好的理发师嘛 啊 这这你叫外国人 剪中国头发吧 他就经常剪得特别难看 你知道吧 嗯 所以他说 他说不行 我这艺术头型 怎么能让他的理呢 所以就越弄越长 越弄越长 对 结果一上洗手间 然后进去了 然后正弄头呢 后面来俩男的 哇 进出 进出地方了 进出地方了 你爸爸自己叫啊 对 不是 旁边的人 哦 叫我一跳 你在演得我 我没说清楚 他以为是个老太太呢 啊 然后因为他弄头型 然后他还觉得 这两人真有病 然后他继续弄头发 然后突然又进来 俩小孩 这个奶奶 我们就做 这个奶奶 对了 哈哈哈哈 后来发现不行 还是得理发 不能弄这么长 不是 你爸爸是分不清男女 你是看不清男女 你们想到男女真的好累啊 不是 他倒能看出男女 但他觉得他那个头发是 很艺术 很艺术 就是刚上中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很喜欢游泳 然后爸爸就会带我去游泳池游泳 因为你知道那个寄放 存放处 装备都要钱 我爸爸他就说 没事 你的东西我帮你保管着 反正你就游一个小时 我就在这边等你 不让你放 他就为了省了一两块钱 然后我就 OK 好没有问题 我就去游泳 游游游游的很开心 游了一个小时后回来 老爸呢 怎么不见了 我在等 等 你是只穿泳裤在等 对 就泳裤而已 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爸还没回来 我就觉得他应该把我忘记了 他可能有事情 后来我就想说 走回去 走回家 但是这里走回家 大概要30多分钟 我的妈 结果我还被隔壁班的同学看到 还说那个人好像是陈奕如 然后我就这样 就很尴尬地走走走 然后走回家以后 我只有一开门的时候 我眼泪就流下来 因为真的太丟脸了 我同学看到我 然后我爸就说 哎呀 儿子啊没事 我跟你讲 老爸是有目的的 我要锻炼你的羞耻心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一个男人不能太有羞耻心 你这样做是会畏首畏尾的 你看看你 你经过今天是不是成长 坚长了很多 所以依如哥 现在 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他当场现在还还原那个时候 他也不怕的 今天我刚好穿了 当年的那一件泳裤 真的假的 没有了 没有了 哈哈哈哈 我也是我妈 比较有问题的 你不觉得就是有时候 父母说的话 可能表面是这个意思 但他其实心里不是那么响的 对 人家有趣情关系 就表里不一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一个很自卑的地方 哦 哪里 就是我的耳朵 啊 多可爱啊 显脸小 我每次跟你们对话的时候 不管跟谁 我很敏感一个点就是 如果我们眼神又瞄到你的耳朵 你会注意到 对 或是拍戏的时候 有时候我跟女主说 真的很大对不对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大耳朵荼荼 大耳朵荼荼荼荼荼荼荼 对 我从小就活在这种 阴影下长大 然后我就很需要一个 安慰 只有找妈妈 找妈妈 韩哥 你当我妈好啊 哈哈哈哈 韩哥 谁都敢 你妈妈如果长成我这样 真有毛病我跟你说 哈哈哈哈 儿子 你的耳朵一点都不大 哈哈 真的 妈妈就是这样说 孩子不要自卑 只要你是妈妈亲生的 你就最棒的啊 就嗯 这是鼓励式的教育 很好啊 我又很有信心去学校上课了 某次呢 运动会 要 要赛跑 一 二 三 坐 好 好 然后我就觉得 我这独力很大你知道吗 哈哈 招风儿 招风儿 永远跑不赢同学 妈 他们都说 我我跑不快 我我好难过 我是因为我耳朵很大 很丑吗 孩子不要害怕 耳朵大不要怕 吃点穿信念就好了哟 哈哈 那是盖的吗 然后妈妈鼓励式的教育 又发挥了作用 我就这样子 就长到了 感觉这个故事没有意义 快要有意义了 快有意义了 来来来 悟出了人生的道理 有一次呢 妈妈那天在看我的戏 然后她看戏就很像在开那个弹幕 弹幕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她全是大嘟吐吐吐吐 妈妈看的心里很难过 妈妈哭了 哇 妈妈哭得好阳光 有眼泪吗 哭的 妈 你怎么了 我在捋胡子 哈哈哈哈 然后我妈终于说出了她多年的真心话 孩子 她说 你不是我亲生的 哈哈哈哈 妈妈就说一个真心话了 你现在 你现在 会比较不红 一定是因为你的耳朵 影响了你的演艺生涯 她有这个说法 她说走我们去整容 蛤 真的假的 可是我觉得 我如果去改变了这个 妈妈伸给我的天生的耳朵 我觉得我对不起她 有没有觉得就是有时候 父母说的话 可能表面是这个意思 但是她是你不是那么小的 讲完了 没意义 谢谢 哈哈哈 她每次的收尾真的好烂 真的我要点答 朗朗哥 这个故事怎么样 哈哈哈哈 朗朗哥刚刚站的鼻挺线 都坐下休息了 不要朗朗哥 相信我 我熬犬有点危险 因为我这边有点疼 是不是这样 哈哈哈 哈哈哈 舒服吧 哎 朗朗哥很知道规则呀 手势买了保险的 哈哈哈 我跟你讲 你你你一定要保持你的这个耳朵 真的是真的很可爱的 可爱的可爱的 我妈呢更夸张 她想要的是爱情 啊 哦对 早年前我主持了一档相亲节目 结果相亲节目主持人自己的妈妈 跑到别的机构去相亲 一个相亲机构 她说你妈妈是我们的白牡丹会员 顶级会员 对她说 因为你妈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你妈要别对方是华侨 藏偶 无子女 不抽烟 不喝酒 有车有房 最好是个画家 难度太大 所以我又说我头都在痛 我说妈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你自己看看你那些刁针的条件啊 人家这么好的条件 凭什么不找年轻的要找你 我妈说 赞赞赞赞赞 哈哈哈 其实妈妈不是真的想相亲 妈妈是觉得你在深圳这样的城市打拼 每天看你早出晚归的 又挣不了几个钱 在这样的城市 你要多久才能买上房子啊 妈妈去坑其他人的钱就会败的 对对对对 就这个逻辑 哈哈哈 她妈妈真实的是爱我爸爸的 对 因为她有一次是把我爸介绍给她妈 你妈没意见吗 就我爸我妈已经分手了 然后我妈一看到爸爸的照片 心动到不行 哈哈哈 但是你想没想过 这些都是我的 哈哈哈 方嘉义也分你的 哈哈哈 方嘉义 哈哈哈 刘威辛辛苦苦了一辈子 最后全是方嘉义的 刘威你这么多通告都是为她做的 你的位置肯定也是我的 然后我支持你把她带走 好的没问题 就想拿走我的财产 最后全给她了 厉害厉害 唯唯你是一个很孝顺 妈妈的小孩对不对 对我是出了名的孝顺 因为我妈是那种晒儿狂魔 我小的时候也不赚什么钱 但是我妈但凡自己买一样东西 跟别人都说 我儿子买的 我儿买的 我妈比如买个丝巾 人家一问哎妈真好看了 我妈说 我儿子买的 我妈买一个鞋 我儿子买的 后来我就觉得 我知道我妈需求是什么了 后来我就赚钱了 都是方家义的 就是开始开始赚钱了 开始帮方家义赚钱了 我就觉得 一定得满足我妈这种虚荣心 我赚了第一笔钱 我就给我妈买了一个奢侈品包 然后我妈背上去 真的是非常有气质 我妈也很开心 后来我离开了安山之后 又回到家 我发现我妈的衣柜里 多了十个包 哇妈妈怎么了 我说妈妈 怎么会有人的家产落到我家里 怎么就是太多的那种奢侈品包 Prada 什么Louis Vuitton 呀Gucci 哇 后来我妈拿过来一个包 跟我说 儿子 看得出是假的包 哈哈哈哈 假的 后来我才知道 我妈把我给她的珍包卖了 换来的钱买了十个假包 太聪明了 我儿子买的 然后人家说一说 刘薇给他妈都买假包 哈哈哈 然后你妈去参加姐妹们聚会的时候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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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Prada 怎么是Panda 哈哈哈 我爸爸也是 就是我平时给他买什么大牌 他都说不要不要 对 然后他自己回来的时候 有一天穿着这种 Cucci啊 这种大牌回来 我说哇 爸你买这么好的衣服 他说 好看吗 好看吗 你看 三百 哈哈哈 哈哈哈 拉连卡着都拉不下来 你怎么办 他们就喜欢这样 有一天晚上我要去吃夜宵 那我就想 哎呦 我好久没带我爸爸去吃夜宵了 我说我要不就敲他一下门 差不多晚上十二点 他棉帽上棉帽裤躺的鼻挺 哈哈哈 我说爸爸 去吃羊肉串 他说好的 门一关以后我在门口等他嘛 换一套衣服一定要 把那个哭泣啊什么穿的 自己特别鼻挺 他穿的很讲究 出去是一个夜宵而已 爸爸也给你做了一个同样的发型对不对 那同学 他是正常的 我平时也不是这样的好吗 哈哈哈 你知道那个羊肉串摊离我家 就三条马路 走过去三条马路 你可以 你你实在觉得累 你骑辆车了不起了 他非要开车去 哎对对对是这样 他要有仪式感 他非开开开开开过去 开到那边还还不能停车 还要找停车位 他停的地方 要走到那个摊子 还要四条马路 哈哈哈 就是莫名其妙 很有仪式感 我说爸爸你去 你去买羊肉串吗 我在那边等 等了好久 我说哎爸爸在哪里啊 我远远往去以后 他就站在别人考盯着他考 我说爸这里不是海鲜市场 不是你买一条鲫鱼 他会把你变小一点 不是那种给你换一条鱼 羊肉串还没得换呢 他说你不懂你不懂 万一他烤得很焦致癌 都已经吃烤肉了 不要讲究这些了 哈哈哈 我坐在那边等 等他好久 你知道他最后一个绝杀是什么 你知道吗 帮忙烤 突然进入口袋里 抽出一个塑料袋 哗 一领 当他那羊肉块好的时候 我说爸你这要干什么 他这个盘子是脏的 我们要垫一个塑料袋放在上面 哈哈哈哈 我爸爸在这方面很洁癖很洁癖 就是你跟他出去吃个路边菜 你就觉得啊 然后吃完以后 他一人他就走了 我说爸 车在那个方向 我吃了太多我走回去 哈哈哈哈 要了要了就是这样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还要开车回去 哈哈哈哈 他完全不能接受路边菜文化 他的这种神操作就 家长的思维方式 对 我爸爸呢他是老来德女 所以他从小到大就一直都是很宠我 前段时间大家应该都知道 有一个很有名的角色叫苏大强 哦 然后我就叫他张大强 他真的是很像苏大强 就是那种可爱的那个地方 就比如说他有一点点不舒服了 他就哎呀哎呀不舒服了 哎呦女儿没来陪我 就会这样子故意的 然后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啊我住院了 我都接血了 哇 然后我马上飞机赶回去 我就去找医生 就问我爸爸的病情怎么样 然后医生说 你爸爸身体还不错 啊 他只是希望自己可以补一点葡萄糖 要挂水 啊 杂交 爸爸想你了吧 对 但是我就没有去揭穿我爸爸 然后我就陪了他几天再回到剧组 然后还有一次 我也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拍戏 然后我爸爸他就自己一个人 拿着行李 然后自己坐那个高铁过来 然后到了这边 打开他那个行李里面全都是我喜欢吃的 包括有咪咪虾条啊什么的 我就跟我爸说 我说我现在不吃这些零食了 但是他说就是我看到了我就给你买 就一直每每一次出去的时候看到我都买 买回家以后我就囤在一个箱子里 你来的时候我就顺便拿过来 你想到你就吃 直到去年我爸爸去世 其实本来我不想说这个 但是我是觉得刚才听到大家说 爸爸妈妈的很多 真的是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 三月 月 我来到杨栋 我放下 4 我能把你帮行 我这里 我以为是他 满业 也就是那句话 子欲养儿亲不在 我们因为工作原因 现在接触他们的时间相对少了 理解他们的机会相对少了 所以真的多多陪伴他们 而且我也一直都觉得 老小老小 就是你要知道 我们小的时候 他们也很耐心地 对应我们的很多神操作 但是我们现在反过来 他们年纪大了 我们也会觉得 你怎么可能还这样 但是你要把它当作一种可爱 有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 就是要珍惜他们的神操作 珍惜他们给我们提供的那些 不一样的感觉 副局长你听完这一段以后 你觉得这一趴咋样呢 我觉得很感人 我今天实际是想 不是特别友好的对我父母的 吐个槽 吐槽 但是我想说的是呢 我非常感谢爸妈当时 对我们的陪伴 包括现在 是他们的爱呢 给了我无比的自信 对 也是他们一直以来 对我的肯定 才成就了我的今天 说到这呢 我发现 爸妈的爱和我们海浦诺凯1897 简直就是一样的 对 海浦诺凯1897高端婴幼儿奶粉呢 它是荷兰原罐进口的 全面营养好吸收 作为你们的一日副局长 也是海浦诺凯1897的全球形象代言人 哇哦 给你们送上一份厚礼 哇哦 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宝宝 孩子的奶粉呢 我都包了啊 哇 特别是一如 哎 我姑妈 你的孩子也快出生了吧 还没那么快 还没那么快 到时候孩子出生了找我啊 好没问题 有需要代言我们可以一起 哈哈哈哈 来翘代言了 海浦诺凯1897 能更好地帮助宝宝们们健康地成长 是大家的好选择 谢谢副局长 谢谢副局长 哇这个我先收的收的 哇我要签名的 分享分享 我们本期会议第一个提案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朗朗副局长 朗朗看完这一趴之后 你觉得谁的表现比较好 我我觉得那个 呃刘维不错 哎呀妈呀 哥啊谢谢哥啊 那小兜不错啊 对呀 那朗朗如果问你在刚刚一趴的时候 你觉得谁表现最不好 危险危险相对危险 我刚刚看到朗朗哥的眼神 我这边瞄了一眼 哈哈哈哈 你的眼睛太大了欺骗不了我们 待会用自己的票数来表达一下 н不错啊 to se